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去福音店都没有见到你 维兄心中事事挂念 本该与你好好续续就 可惜维兄杂事缠身 只能下次聊了 好 我们就此别过 站住 小仙只想求挑活路 请兄弟高抬贵手 瞎了你的狗眼 我十男是女你看不清吗 十三哪是我前名 现在我叫十三 十三 仙子 说 你这些年为什么躲着我 我哪里对不起你了 十三兄弟 你 十三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我为什么躲着你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要你说 好 我说 五万余年前 你还是难教 在神尊帐下为教 你我一见如故畅游北海 你还教我御海之术 乘风破浪中 我们借着九姓结拜为兄弟 可没过几年 你却化成女娇来找我 说喜欢我 要和我结为伴侣 你这一时间让我如何承受得了啊 如何承受不了 那 那时候 你还长着胡子 我现在不是没有了吗 可我这 北海岳下 你说过 与我相见恨晚 我们对岳盟是勇为知己 这话是你说的吧 我都问过云峰上神了 他说知己就是伴侣的意思 如今 我已经化为女娇 你难道要反悔不成 这 这云峰上神靠谱吗 他的话怎能轻信 哦 他跟你说知己是伴侣的意思 可在我这儿不一样 在你这儿 就更不一样了 我怎么就不一样了 就因为我以前当过男娇 你便瞧不起 是也不是 是 是 不是 不是 你就是瞧不起我 我们江人族在幼年 根本就没有性别 你难道不知道吗 难道就因为这个不理我 躲着我 我听闻凡间 那朱英台也曾当过男人 可梁山伯不一样视他为挚爱吗 为什么人家都行 偏偏就你不行 你要真是住营台我也就认了 人家那是半男装 人家其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真女人 可你这 我 我哪里假 我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真女人好吗 十三你看什么 十三你别冲动 十三十三你别冲动 十三你别冲动 十三你别冲动 十三你十三你 十三你 十三你 我 你就这么嫌弃我吗 无论如何都不肯给我个机会是吗 我这造了什么孽呀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是别人呢 我只喜欢你 你喜欢我哪儿 你喜欢我哪儿 我就把哪儿改掉 我 我喜欢你活着 那我就去 其实我也挺喜欢我这点的 那什么 做你的 不要 拿着 不必了 我让你拿着 我说不要 潘云信 不要以为你现在变成了什么四命新军 我就怕了你 我再玩你最后一遍 你要还是不要 叫 记得啊 以后每七天就要来福音店看我一次 那不可能 那我就去四命店找你 还是福音店吧 那我走了 再会 我说再会呢 再会 再会 难道我真的 再见难逃 confused 让 affected 但是我做了 关系 pee 哎 您 我看醒了 和自己的 看医生的 我先问活 有什么 你开气吧 开气吧 神尊还等着呢 快去 去 去 仙童且慢 这位仙子何事 小仙是福音店的仙儿 特来为我家神尊取药的 还请仙童通报一声 我 我家药王远游了 仙子想取药 下次再来吧 可是我 仙子请回 灵心 师姐 你来得正好 我这是来给神尊取药的 可这两天跑哪儿去了 我 师父到处找你 你知道吗 我这不是有事吗 你能有什么事啊 我是来给神尊取药的 可那仙童谎称药王不在 还不肯给我 真是可恶 一个小药童 哪有这么大胆子 她既然敢这么说 那肯定就是真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的事情 你不要再管了 你快点回桃林去 免得师父担心